共和黨研究委員會發表應對全球威脅的報告 說中共是美國投號威脅 美國要由多方面反制 例如反擊中國的工業間諜活動 盜取知識產權和其他惡意經濟行為 構成惡性政治影響和散播虛假信息等等的活動 又要反制中國的全球軍事現代化和侵犯人權行為 同時加強在印太地區的聯盟 報告向國會列出多項建議 包括制裁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報告說他主管的統戰部對付可能威脅中共的來源 又在美國騷擾、監視和拉攏中國公民 建議制裁所有統戰部官員和建立新部門 制裁海外政府支持的假信息網絡 報告形容今次提出的是針對中共的最嚴厲制裁 對象包括涉及香港事務的中共高層 例如中央政治局常委韓正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還有新疆和西藏的黨委書記 陳全國和吳英傑 以及公安部部長趙克志 發表報告的委員會 由大約150個共和黨眾議員組成 建議國會授權財政部 制裁這些以為侵犯人權行為負責的官員 說制裁可以依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授權華府對個別人士和實體實施禁止入境 凍結美國資產和禁止交易等等制裁 報告同時要求所有孔子學院註冊為外國代理人 報告全場115頁指出除了中國 俄羅斯和伊朗也都威脅美國 針對這三個國家提出一共超過130項建議 有線電視機就在國師牙報道